現在是教練親自示範跑賽道 所以白衣跟在教練後面的你可以看著教練的路線 那我還是一樣會跟剛剛一樣講每一個彎的煞車跟踩油門的點 那你這樣可以參考路線跟油門拿捏來控制 好白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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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出發 好我們先跟前面的車距離拉開一些些 那我叫你們踩油門的時候其實你們可以放心的踩多一點 那我叫你們煞車踩重的時候你們踩重一點速度就減不下來 我們再慢一點點我們再跟前車距離再拉遠一點點 好二百山要跟上來喔 好油門踩到底出發 然後看到50的這個路標就是煞車點煞車開始踩 踩了煞車之後開始往右切對著右邊的APEX 盡量把車往右靠貼著APEX轉 會有點慣性把車往左推 往左帶半徑到大一點點 剛好順著再繞進來四號彎 看到右邊兩個障礙桶的時候點煞車 然後煞車踩重一點往左轉 貼著左邊的APEX 然後油門踩下去衝 這油門就一直加下去 加到右邊看到50的時候又開始踩煞車 踩重一點點 然後貼著左邊的APEX轉 順著左邊貼住 然後貼到最右邊的再轉進來 加速 然後再煞車踩 踩重一點 然後眼睛看著右邊的APEX 讓車子對到這個APEX 車子就不會推出去 注意左邊的障礙桶不要壓大 然後加速 到右邊的兩個障礙桶再減速 煞車 眼睛看著左邊的APEX點 車子盡量往這邊拉 就不會推出去 全油門踩 加速 然後到右邊這個障礙桶 我們可以點一點煞車 車子就往左帶貼左邊的APEX 好 加速 壓到前面兩個障礙桶 煞車轉 方向盤 把車拉進來 拉進來 盡量拉到可以壓到APEX 壓著到路岩石這樣轉 然後加油門 然後煞車再往右邊再抓進來 貼著 路岩石跑 好 只要車不推出去 你的彎速就可以很快 好 再往前加速 你看我們這一隊多快 已經貼到前車了 左邊的APEX 小一樣煞車往右轉 然後這邊之前比較沒練到 這邊先貼到左邊之後 對著右邊的APEX 壓進來 就可以很順的過了這個彎 然後到直線踩油門 那我們接下來要進PIT了 CVT的部分 因為它反應會比較慢一點點 所以你們在開的時候 你們只要在過完APEX 你們把腳就先含著油門 這樣出溫補下去的時候 加速就會快去過 加速就會快去過 好